中国一直是善意的面对全世界 疫情发生后一直毫无隐瞒的 与全世界共享一手信息和数据 已经援助了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中国承担了很多本不应该中国承担的责任 但是美国现在却不断地抹黑中国 不断地试图把锅甩给中国 不断地想让中国受压迫 然而中国不是可以随便任人欺凌的效命呀 不可能一直表现得那么阴冷 在冷无可冷之时中国必然反击 刚刚中国连出两季重拳反击 第一拳澳大利亚 关于澳大利亚我点评已经多次了 其中不止一次地说过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中国一般不太想搭理他 非常的无知和无聊 实力不行总喜欢刷存在感 浪费不起那个精力 中国实在犯不上 但是如果越界了 那对不起了 中国一定会修理一下 对前澳大利亚就又越界了 怎么越界的 澳大利亚在中美就疫情博弈方面站队了 完全站在美国立场抹黑攻击中国 帮助美国甩锅中国 第一个提出要独立调查中国 所谓独立调查就是美国为首的人主各班子 排除世卫组织给中国罗织一系列罪名 澳大利亚政府常说重视对华关系 但关键时刻几乎避黑中国 无关痛痒的事也就算了 但在美国污蔑抹黑中国之时 既然如此的充分在前 中国岂能做事不理 于是在5月12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有记者提及中方已禁止释迦澳大利亚 牛肉产品加工商向中国出口牛肉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据了解中国海关对进口肉类产品查验时 连续发现澳大利亚个别企业 多批斥的舒华牛肉产品 存在违反双方主管部门 共同确定的检验检疫要求的情况 为保障中国消费者健康和安全 中方暂停接受 世家澳企业陆类产品的进口申报 并以通报澳方主管部门 要求澳方全面的彻底调查原因并整改 这世家澳洲牛肉企业舒华的牛肉 占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牛肉的三分之一 这只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小的警告和惩戒 接下来中美博弈必然会越来越激烈 那么澳大利亚的态度将决定 中国会采取对澳大利亚的进一步措施 只要澳大利亚政府不知好歹乱来 中国就会出更重的重拳 为什么要对澳大利亚出手 根本原因有两个 一是惩戒澳大利亚 为什么此时一定要惩戒澳大利亚 因为这次中美博弈非常激烈 关乎到国家战略的利益 多必须以惩戒警告 否则就可能干出更多 不知天高地厚的事 说白了 中国在这个时候需要让澳大利亚明白 乱说话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二是杀鸡紧猴 中美的较量正在发生质变 此时此刻中国必须杀鸡紧猴 要通过制裁澳大利亚 让相关国家知道 中美打架 你们看看戏就可以了 没事不要来瞎掺和 否则给你一拳踢你一脚 受伤损失的还是自己 中国这个杀鸡紧猴 鸡是澳大利亚 猴则是美国的西方盟友们 所以出手揍澳大利亚 也是中国已经准备好 和美国大干一场的信号 美国不收手 中国将分配到底 第二权 暂停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出口防疫物资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那就是防疫物资 是当今世界的战略支援 中国很有必要统一出口 现在国家终于开始采取措施了 据5月12日商务部网站发布通告 要求在全国范围内 暂停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出口部分防疫物资了 通告内容如下 近日义乌等地方已暂停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出口部分防疫物资 境内外企业个人占不能够以海关监管代码1039 开展部分防疫物资曝光 但仍可在义乌等市场购买有关防疫物资 并通过一般贸易的其他方式曝光出口 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有序的开展医疗物资出口的公告 和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医院口罩 医院防护服 铺吸机 红外提温剂 而非医院口罩出口 需要满足相关质量监管要求 不适用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减化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 2014年以来 为提升部分市场的国际化水平 帮助内贸商户开展对外贸易 商务部等部门先后在浙江 广州等40个地方 开展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取得了积极成效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 非常适宜多品种小批量的货物出口 但按照规定 不能够包含需要征收出口关税 实施检验检疫措施的商品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暂停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防疫物资 是为了更好的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 是一种临时性措施 不影响通过主流商业渠道出口 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 继续的加强质量监管 有序的扩大防疫物资出口 更好的支持各国看击疫情 商务部的这个通告 实际上是把原来可以随意 自由出口的医护物资 开始规范出口通道了 出口通道规范化之后 窗口直到起来就容易了 所谓的主流商业渠道 都是可以很容易发拉清楚的商业渠道 是可控的商业渠道 就是过去拿钱可以随便买 总是能够找到卖家不买物资 物资来源多 现在就不行了 就剩主流的商业渠道了 想买找中国政府协调吧 这也就意味着 不是说有钱就能够买到物资 还得关系联系得上 那么如果有国家访华呢 访华就可以适当的检验严格一点 所以此时此刻 一切的技术条件都成熟了 就像美国 如果继续毫无底线的繁华 如果一定要栽赃中国 甚至向中国索赔 那对不起了 医护物资肯定就没办法满足了 你们还是自己生产吧 或者如果美国限制对华芯片出口 那对不起了 医护物资也就不出口了 总之 这实际上是个筹码 接下来 特朗普政府必然会继续的借疫情甩过中国 向中国索赔也已经在计划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必须准备好足够多的反制手段 医护物资就是其中之一 中美关系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糟糕 据最新的消息 美国甩锅中国已经又有了新的升级了 美国是七个州 共和党总检察长 以联盟信的方式 要求国会问责中国 他们致行众议院领导成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麦康奈尔 要求调查中国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 看到没有 共和党上下已经铁了心了 所以美国准备对中国进一步的栽赃陷害 是既定局本 共和党内部就栽赃陷害中国 已经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不得不做好万全支撑 而且哪怕美国一时半会 没有展开对中国的索配 中国也到了需要积极推动 与各国联手合作抗议的时候了 防疫物资就是撬动联合防疫的 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就像我之前建议的那样 中国通过自身的能力 联合积极抗议的国家 建立联合抗议的组织 加是既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世界的大好事 所以某种程度闪烁 这是规范化医护物资的出口 就是中国推动联合抗议的开始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愿意联合抗议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了 因为联合抗议对各国都是有好处的 政治化抗议的国家 发概率都是反华的 而且中国对澳大利亚杀鸡儆猴 也是要下相关方面宣布 与美国坑血一气 抹黑中国 那就别怪中国不客气 在经济上采取反制措施 当然 像防疫物资支援谁和不支援谁 这肯定也有标准 拿到中国制造的医护物资 拿去支援敌对国 所以 从现在的中总迹象表明 美国敌视中国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也必须展开反击 中美关系正在风雨飘摇之中 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但是没办法 中国不乐事也不怕事 美国一定要把看强加于中国 那么中国只能做个合格的对手了 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 中国的反击措施一定还有根横的 现在只是开了个小头而已 不信咱们走着瞧